出現入市訊號 應該買哪隻優質股 富昌證券 升級股評人 天天醒你選股貼士 還會教你食信大浪 做你自取未股 立刻下載富昌股亨通手機app 開戶 立本 華禁2 各位早晨 早晨 各位早晨 昨晚繼續向下 其實挺震動的 索性就不看了 昨晚美股三大指數 一開始早段跌得很急 向下 但未試又上一些 最後算是近開市委附近 三大指數跌幅 在0.3至1.1%之間 這一輪又是繼續擔心 現在的議席會議 出來會說些甚麼 因為星期二、三就是開會 星期二開會後會有利率決議 二把威也會做新聞發佈會 發表會後說話 連日來美國發佈了很多經濟的數據 上星期尾發佈了通脹6.8% 其實我覺得就很瘋狂 隔夜再來多一個 PPI 即出廠價格的數據 9.6億都是歷史的新高 其實很多通脹目標已經超越 超越到不得不去壓制 甚至有些較為極端的說法 覺得這次不單止在聯署局的會議 不單止會加快縮表 最離譜的估計是 今晚會宣布第一次加息 我想應該不會 如果這樣的話 市場就倒閉了 那就真了 但見到很多不同的經濟指標 其實都頗過激 現得都頗緊 我相信就算不是加息 都有一些措施 手段去壓一壓通脹才行 應該都會 昨天就繼續向下 而且一直都是 現在應該周圍都在說 美股其實市幅不是很大 跌的股份也挺多 一直以來 其實跌的股份也挺多 反而有些 其實舊經濟裡面 其實每次都是這樣 又輪動 舊經濟裡面那些就強 你看到巴菲德的基金 其實又去破前頂 一些大型科技股裡面 昨天的話 如果只看單日 就是Microsoft有拖著 但其實本身 Microsoft和蘋果已經是最強 因為創新高 另外Adobe也跌7% 所以整體都 偏向有個掉頭的危機 多一些 尤其是科技股那邊 昨晚的ADR 就不是很大波動 收報23706 基本上跟前收市位 就差不多了 港股現在 開市的時候 都不是很大的方向 暫時 單日來說 恒新指數是 高開22點 開步23658點 那個指數上 都是前幾天下降之後 暫時就 沒有一個彈力上回去 現在的成交 放上面的股份有 保利協英30000 升9% 有消息的 看看吧 他就說 他要配售最多20.37億股 淨酬49.94億港元 現在就跟獨家的配售代理 就訂立了配售協議 最多配售20.37億股 配售價就是每股2.49元 比前收市價2.5元 2.5元 就折讓了大約2.4% 就是差不多的位置 又當作利好地炒了 現在呢 因為他跌下來 12月這裡 做了一個橫行區 橫行區的頂部 就是2.75元 現在就算是稍微突破 一開的時候 應該就看這個突破之後 今天再站穩2.75元 其實就看有沒有機會 他會真是 咦又有新資金入場了 又炒上去了 因為他折讓幅度不是太大 如果又找到這麼多資金去折 避不過事件很快 又好像想掉頭這樣的情況 所以福萊特玻璃 信義光能等等 其實就動了一日 就已經開始又躍下來 起不到一個浪 那玻璃協議的基本因素 多珍貴的價格就很強 他的言法都很強 不過呢 即是股份過往的歷史 就自己去給一些戒心 我也是的 都長期有些戒心 2.75元 是最近暫時跌不穿的之前 上方頸線大概3.45元 看看有沒有機會 這個近乎沒有折讓的情況之下 配股當是利好 上方看3.45元 但是買不買就自己去想想 不過我想大家都經歷過 他那些停牌這麼久的 停牌整個大半年的一個經歷 如果都是比較相近 光復上游的1799 近期就倒下來之後 就轉了向下 都還未上得回去住 10月底穿了 8月底也穿了 我想這些始終比較小一點 就是關注資金面為主 炒光復近日資金就不務正業 喜歡炒創圍 創圍做電視 但是他有加附屬的公司 開始發展光復 賺了兩個億 對上一季 令人眼前一亮心 原來他去分散這個支線的業務 竟然都是有盈利 當然他那個主業 大部份的收入來源 盈利等等都是來自於電視 家電等等 我就覺得不是那麼適宜的 還有這次行業 他有炒上去 大概四六九的位置 開始起了一支大洋燭 特別要留意一提 這次無論成交 以至下方中間 RSI的位置 其實都嚴重不到 上一次可以炒到超買 這次70都未到 但是差不多平頭 同價 但是RSI差了十幾二十 這個都某程度 是一個力度的表現 雖然要讚的地方 就是他十天市 肯升穿二十天線 似乎在走勢方面 有機再轉強 但是需要挑剔的 就是那個配合 背持的情況 好像挺明顯的 現在就整個 無論是大大小小的股份 這些新能源相關的 很多都 都倫動著不同的時期 有不同的一個炒作焦點 今天就 開始又有一些內地媒體 特別去插替一個輕能 其實就應該 在這兩年都是 內地就很關注 想看輕能那邊的發展 但是暫時就未 真是有一個很大的標的物 那現在呢 那是圍柴呢 是圍柴也有份 但是他可能是炒重卡基建那邊 那邊多些 前排就一度是 189 那現在呢 那個看法預期 就是2030年全球用輕的 總量就有望去到2億噸 那全世界都在這裡要說 減碳 碳達風 那內地的輕能 現在就預期應該有 三千七百一十五萬噸 如果說相關股份 就有很多隻 包括189這隻 又是因為都真是 都比較細 相對上 比較細一些 還有 其實都不要說 只是看市值大小 你看它 升到次了線那些 其實都關注資金面多一些 那應該就 21.6 應該是穿了21.6 已經是開始掉頭了 可以見到 相關的 這隻圍柴都想看 但是呢 就不… 未動到上來 這隻應該都 不時都會有人問的 那呢 就說 咦 你可以設定 就突破才買 可以破到12月頭的頂才買 那就是16.36 那其實現在就 未破到上去 那還向了下 那就可以 再等下才買 即還未跌完 那你等它跌完才買 這隻其中一隻 還有一些 譬如就是451 協音新能源 但都未見有起色 那都是不要去買 3996 中國能源建設 這一隻就有 炒起上來的 但是炒起上來之後 這隻就稍微去落一落 這個就比較有一點點的起色 這一隻的話 那有很多隻 其實還有一些1907 1907就動揚 也都未見到有動動的 那現在呢 廣告開出了 開始之後就轉跌 跌16點 報23616點 看到廣上的股份 都幾多的異動 我們去過廣告先 然後回來看看 好 回來節目時間了 開出之後 廣告暫時還未跌40點 榜上的股份 剛才看過配股的保理協音 就厲害了 升近13% 亦都是大成交 接近5億的成交 一開始已經是 那就是又是一些憧憬 又知道這次貨了 你好 那又這樣說 他的大成交就配股上板 看看究竟認住這個5億 看看究竟日中其餘的時段 究竟增長多多少 還是還是6億 那另外就彈得比較多些 就有隻巴巴 升3% 還有一隻壁伏 都有彈到少少少上榜 那這兩隻主要都是因為跌得多 就出現了些少的技術反彈 那暫時就都未說要去看 近日都是沽那些內房物館 輕輕報幾間給大家聽 那1918融創這些比較高危一點 還在跌3% 那它的物館就輕輕反彈 那813最近都是封眼 細謀 那今天就暫時都又是跌3% 已經是加速下的 你看到它的圖本身就已經是下的 都還可以再提速 越跌越急 之前是斜的 現在是直的 直到 因為它昨天就是要賣資產給子公司 昨天這隻873%就跌得更厲害 因為就很慘 我覺得又要這樣去接 沒錯 今天就彈了一點點 今天就升了2% 昨天都超慢 開始有很輕微的 其實跌了這麼多之後 大約有三成 跌了這麼多之後 升了2% 其實真是很輕微的反彈 沒錯 看看大家的關注 今天就看看Youtube 有兩位朋友都想看9166年電力 WCK就說 中場線甚麼可以進 Kim也是 想看現隔可否進 進我覺得可以不偷進 但是這幾天 看它每次都這樣上影線 似乎想回 你看現在最短就關注前幾天的低位 12月10日那裏 就17.1號4線 現在最低是17.1號6 你看它試了這些位置 加試下10天線 兼格大約是這個小小的上升軌 你看它試這裏 市場怎樣再起動的時候才進 好 接著一隻都幾類似 又是風電2208 金鋒科技 輝瑞入得尾 其實這隻股份 都還要再慢過916 916都試過起到一棍 讓人有點憧憬 那麼208到現在都還是浮浮有油 17元邊這些位置 它就真的都不是很肯跌 但是軍線就跌了一堆 仍然是多頭排列的 不過硬是不升 我覺得為免浪費錢 免得到時又要止蝕 不如給它好一點力水才買 是啊是啊 其中我自己的看法 17到18 近來橫行區那些頂部 17到18如果升穿 情願再追 就好過現在 其實它真的還未撻著 是啊 剛才那隻都是 其實兩隻都是差不多的形勢 即是起碼破月頭的頂部 來看其實都是向上的一個形勢 而現在OK 你甚至昨天OK 你現在就甚至可以看看 會不會破頂部 18.38 現在都17.9 很迫近就創歷史新高 然後就防守擺16.3 輕輕提提 恒生指數變回綠色 暫時到升 跟手就是1368 特步昨天就很厲害了 升了十幾 不過當然好像看來看去 利好因素只有一個 就是有一份大行報告 其餘理令和安踏就完全不動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就說信就信二成好了 因為真心覺得一些東西 要全個板塊的普漲 好像比較可靠一點 好了 今天仍然在高位咬著 不是很肯落 剛才跌過2% 現在收窄 有機會都會見到綠色的 那確實 如果不理它的板塊是否普漲 又不理它究竟夠不夠利好因素 去刺激的話 昨天放量成交揚足 雙倍成交比起前一天 其實就很好看的 10月12月的時候 雙底中間有一條頸線11.2 亦都是一湧就破了 所以應該就看回9月份 9月份就13元 14元半那些位置都是關口來的 所以我覺得有貨就看13元和14元半 沒有貨的話 沒有半信半疑 不過你試一下無妨的 因為光看的樣子其實都OK的 起碼都脫離了過去兩個多月的悶毒 那就試一下吧 據信資金面 因為昨天的成交都很大 6億成交 平時有時是2億或幾千萬 也有 昨天那期沒有人解僱 隨時不夠1億 然後看看Judy 她說進入了一隻3993 昨天進入了 4.4元進入了 如何處理 其實首先她已經一直在向下 如果你要定紙示位的話 你進入的時候已經穿了紙示位 半年大底4.25元是穿的 現在4.25元 昨天你打算是否博她 嘗試半年大底 那你就真的看著這裡 4.25元進入了紙示位 現在4.25元 今天暫時開市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穿 你看看收市前會不會上得回去 都只差幾格 只差一格就不算穿了 你看看這樣收成怎樣 但是能夠在那些必首的位置 差一格半格 其實就代表她已經是壞的 如果不是就根本不用試 所謂必首的位置 其實買的時候已經是 整個就是向下的 很明顯的down trend 而且有息金屬 礦產股份 很久沒有炒 無論外圍 以至大陸的期貨價格 其實都回來了 好 接著就1133 哈爾濱動力 今天就打個和 問到位朋友Amy 她說3.5毫半有貨 現在3.6元 儘管等一下 其實就是你現在的國家 差不多水平 上上下下 還記得在11月29日 有支大陽燭 開市位3.42元 無論後市怎樣震 我覺得不跌穿3.42元 都有堅持的理由 所以只虧是3.42元 如果不跌穿的話 儘管等運到 好 接著企鵝仔 就是 後一隻京東 9618的 好沒有賣 首先如果科技股 都不特別建議 它本身都是 算是最硬正的一隻 但現在都向下 你就小心 它會不會做一些頭肩頸 301.6元 300元左右 齊頭就300元 這裡其實 就向下穿的機會 都有在這裡 這裡向下破了的話 就可能要看大底了 暫時都不是太適當的時機 甚至來說 你說現在的走勢 是向上來向下 短線的走勢來說 就真的是偏弱了 你拉個小市圖 都是一個向下的走勢 是呀 這些科技股 就是小店為妙 不要去經常爭一日之長 駁它一元半元反彈 整個板塊都沒有什麼 所謂真是體無懸夫 因為連美團出現業績 都很噁心 973 多先聽 上日低開高收 我方買入 其實這幅圖 我看上去 因為我頗信他的業績 在我印象中 他差不多每個季度的業績 都是很出奇地好 然後估計也很順理成章地 每次出完業績都可以爆一棍 接著就悶悶到下次業績又爆一棍 圖是多漂亮的 多頭排列的 但你一看上去 你會發現這幅圖 是超多的上下影線的 硬是好像沒有一天 是實實正正正的一支羊 或是一支陰 這證明 其實我相信一看上去 就是須在盤梳 只有盤梳 股份才會日中在那兒衝高 衝低 跟著有很多的影線 可能在膠頭那裏是成為一個問號 但股份質素OK的 你說昨天什麼低開高就那些 不需要那麼戒懷的 因為剛才所說的 那些所謂低開高就高開低就 是因為盤路太疏 那持續的話是中長 中長 你不要想著很短線 除非你是在業績前去買 然後駁一天半 否則其實你看下 有十格 五格買五格沽 有些格子是零的 有些格子只有兩條人 跟著只有1000股在那裏 可想而知 其實我扔些錢進去 都會動到十格 可能是這樣 那所以這些股份就是那麼差 那你們自己去考慮一下這個因素 股是好 不過交頭好成問題 嗯 好 跟著看看 曾燕溫 她就說3899 可不可以入這樣呢 這個你先看 這期就升得比較強的 因為強一點 暫時就去到10.64左右 就開始在整股 你等它整股完 因為這兩天 各位見到 都一衝高就有些股額 除非它可以收得到 11.38元以上 即是今天的開市位以上 這樣就收 即是叫做低位真的有馬力 買回去 那你才做 可以再看看 這隻股份有少少那些 所謂什麼冷凍鏈的概念 就是大家 如果說冷凍鏈最多的時候 然後呢 其實就是 就是 輝瑞之前 疫苗 要負七亞度 誰能夠提供到一個 冷的貨櫃 就最聰明了 那時候是炒作過 這個中閘安稅貨 因為真的不是很多公司 可以提供到一個冷櫃 去運這些東西 最近A股有炒過 這類型的冷凍物流 供應鏈 但是 這隻 又是要看交流 不多的 現在9點45分 恆生指數好像升穩了 有80點升幅 23728點 成交164億 有隻300倍股 佔了5億 其他有些聰明的 就迫伏 就彈回 迫伏爸爸 就是跌得多 那應該是爸爸最大貢獻 因為迫伏應該幫不了很多 爸爸在升4 中午跟下 看看他有什麼好消息 好 到時再見 拜拜